本视频由金豪钢笔赞助播出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本来想着就不拍视频了 然后呢就金豪这边然后给我寄了几支笔 然后就想这样子那行吧我就拍一下吧 不过因为那个也有好段时间没有去看钢笔的 那很多信息肯定是有点就是过时了 但是那个这个视频我还是尽量做 那请大家那个多多包涵 那还是一样的那他给我寄了是五支笔吧 然后这一支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颜色 因为真的没有怎么再去在意过了 然后结果是一个蓝金配色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配色了 那还是一样那呃我们现在对比一下看一下这个尺寸吧 但是那只自从我没拍视频之后吧 我就那只万宝龙嘛我就送人了 然后就剩所以呢现在就只有这几支就是我日用的 然后来对比一下了 那可以看到的那个国产品来讲 平常以前做视频的时候能看到的地方是 它整支笔的长度的话都会比这支805的稍微再短一点 但这一次呢刚好就是那个长一点的 好像是尺寸上面都有一点点的改进 而且看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比较细节的部分 呃感觉上面它尺寸上面好像也有一点点的一个怎么说改变 另外这个笔不知道是不是我错觉 然后开始这个粗细有点接近这个M200的一个粗细了 开始一点就符合那个现代人的一个美观性了 那笔的话本身是一个这个嗯呃 然后看到这个什么就是呃比就是这个总成吗 就是呃金豪85的这个总成 你会发现到呃它总成的这个你呃 发现会开始比以前的那个国产品都会比较亮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加了那个珠光剂 然后看起来的话就应该是星座的那个呃 就星座的一个总成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错觉 但是我一开的时候看到他这个笔尖呢或者他这个总成等等 都感觉哇这个笔好新呢 就是感觉好像是重新出了这样子的一款产品 然后像这里这个金色的它跟这个笔帽等等也有一些的一个呼应 好那对现在我日用了所以说我经常换着笔尖来玩 那像那个呃百利金的笔尖暂时被我装起来了 然后我把其他的笔就是没有用的 我就把笔尖给拆下来 然后主要把呃百利金的杆然后来换尖这样子去用 然后我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笔尖的话本身是属于一个按尖呢 那所以说呃用起来来讲的话 啊出墨等等的空墨也是会比较精准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呃长度吧 但是这个笔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叉巴式的 然后跟这把卡尺刚好又换了一把 然后这一次这把是一个150长度的一把卡尺那两把那个我现在换到那个别的地方去用了 好那这个143左右的一个长度那感觉好像以前的都是130多左右的这样子吧 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这个重量 好等一等他ok 好盖帽的时候是25.5那也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重量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150的一个重量是把帽的一个重量那用起来的话也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呢 然后再下来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吧 那相对这种按尖的就是英雄100的这个按尖笔的话 相信更多很多观众比我更加了解 但是我尽量还是给你们拍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先 那你们看一下非常非常的亮的一个笔尖有没有感觉到就是有反光 而且开始有点那个就是光暗是分明的 你看这个总成就能知道了 那整支笔的质量也是相当的好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胶蛇就笔尖的部分 你看这个哑光而且里面的这些东西感觉都是重新开模的 笔尖也是非常的正 那如果是说万宝龙和百利金的话是很成功的一个干壁品牌的话 那金豪算是另外一端的一个干壁品牌了 因为他用一个非常就是很合理的价格 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一个钢笔了 那所以说产品的一个成功例子 我觉得如果大致分分成两类 一类是金豪的这一类 然后另外一类就是说万宝龙和百利金的这一类 那我通常这样子归纳成两类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这个笔尖了 那笔尖的话能看到这个伊利的话 嗯对反正点起来也是算是比较正的也是ok的 然后伊利也算是比较厚 然后那个打磨的话也是常规的那一个国产比较个打磨 是也算是一个刀锋式的一个打磨 因为看到前面的一个鞋面 然后再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中缝啊 那能看到中缝是有点难看到那个缝的 它夹起来的时候还是比较紧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那能看到前面是一个鞋面 然后上面的呃边角等等的 会比以前的我做的国产比看起来是更加的那个锐利一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错觉了 但我尽量去讲了 因为可能我很久没有看钢笔了 那有些地方的话可能是开始又回来一点新鲜感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好那这样子是一个笔尖的一个呃样子 然后这个笔其实没有包装盒了 我买了就没有不是我买 他就给我拿的时候就是直接的一个包装盒 那吸墨器上面也是直接的一个好评啊 直接的一个这种旋转式吸墨器 终于不是以前那种按压的那个非常非常棒 但我不知道他总共出过几款了 因为我还没上去淘宝看过 因为我视频一直以来就是买回来是什么样的 然后就尽量把这个第一感受 然后给你们去感就尽量把这个感受传达给你们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笔的总呃一个设计啊 是不是那个全开的ok可以 那首先这样子他整支笔 你能看到他我这样选的时候这边松紧 这边是比较紧的 我这样扭他是比较难扭进去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非常松 那有一个什么好处就是很容易 有些笔以前好像也有做过就是一选的时候 结果是这个笔杆给悬下来 总成他丢在里面非常非常的一个尴尬 然后笔夹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 我觉得一般般 但是这一次笔夹他花了一点小心思 我记得以前是凹进去的 这一次笔夹好像是突出 好像是不知道是不是凹进去 好像也不是啊 以前的应该也是突出来 但是这一次你看他上面的一个反光 还有他上面的这些你看一块块羽毛的这个 你看会比以前的出了 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我根本没有注意过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太麻木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这个鞋面然后渐变过去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个过度是非常顺的 就他整个的就是像那个什么 就是那种镜面抛光的感觉吗 就是做的越来越好了 虽然他不是那个镜面抛光 他是电镀的 然后比身上来讲前面是做一个比较尖的一个电镜 对复古笔就中古笔来讲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呼应 然后笔尾的话也是这个 基本上对我来说无可挑剔了 因为都知道我最喜欢 而且我签名的热用笔就是这一支 那对比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了 这个配色来讲虽然说有点不一样 毕竟不同材料 因为他这个上面是一个烤漆的 然后这个爱成这一支是一个透明的 但是拿起来你会感觉到两支好像也是能稍微的 有点解读的这种感觉 然后他这个上面的一根 什么就上面的这个条纹 我觉得也是挺花心思的一个部分 因为如果有拿到第三代的 不是第三代啊 我看一下第几代 我这支应该是第一代的 然后那个我在拿一支第二代的 第三代的话后面是有一个晶片在那边 那支我没有录 那我给你们拿一下这支第二代的爱成的话 你们能看到就是他上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上面是有一些小小拉丝 那这个的话他就直接给你做一些拉丝的奥文了 那我个人觉得也是怎么讲呢 在两边非常的就是人家即使这么大品牌 就是旗舰型的款的话也是会做一些点缀的一个呼应 但这一支的话金豪的那个价格 反正我也不知道 但是金豪的价格大家都懂的 肯定是非常合理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支干笔了 那他作为一个很久没有买笔 很久没有碰干笔的人来讲真的是眼前一亮 而且哦既然用能用这个价格 然后来买到这样子的一支笔 那实属的就即使这么久没有碰笔的人也是会觉得很惊讶 然后再下来他上面有一个一层层叠的一个这种不知道叫什么纹 但这种纹路在钟表的一个表圈上面经常会能看得到的 那这边竖的这边横的那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小小的呼应在那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好像最后看了金豪都是用这样一个鞋纹的 就有点像万宝龙的那一支那个的一个鞋纹 那相对来讲这样子也会比较高级比较精致 但是这个纹理我个人觉得好像不是很够深 那再深一点点那就更好了 另外这两条边线我觉得好像不是很必要了 但是这个其实在平常拿一支笔来讲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整支笔我现在这么一放你看一下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配置还是挺毒的 然后笔深的话我现在这么拿 你看到它会偏长一点 以前的话可能是我这个笔可能就架到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这个一拿那高一点 那拿起来相对来讲我个人就是用笔拿笔的习惯也是偏线的 因为我用原子笔比比较多 那像这样子一个尺寸或者这样子一个粗心来讲 我个人哪是拿的比较舒服一点的 那如果是喜欢中古笔的朋友的话 可能对这个尺寸开始用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 好那这个的一个 哦里面的还有一个塑料套筒 那这一次你看这些里面的一些零件等等 你看不知道是不是新开幕的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能感觉到整个产品的一个综合性 还有它的平衡性来讲的话 以及完整度精柱度等等的都是有一个字一样的提升 比起我以前做那只金豪100的那个也是有一个提升了 当然这次给的笔也有一只金豪100 那我还是要做一下 但是那只派克已经被我出了 但是我照样去做啊 那还是一样 那个我我们现在上下末吧 好久没有上末了 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沾得到手了 那可能最近我心情也是也是比较好的 也毕竟没有那个出片的那个压力在那边 那所以说嗯 讲起来整个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感觉吗 然后可能是说语调等等的都会相对来讲比较开心一点 那刚吃完个麦当劳 然后就用这个纸麦当劳的纸巾来拆一拆 好 那个我就没有上末了 其实可以再上多一点 你看到这个活塞还是在这的 那好一样的 那个我们来试写一下 看一下这个感觉怎么样 那还是要拿出我以前的 呃就是一直在用的这一只啊原子笔 那做一个对比 因为原子笔的对比真的是最准的 因为钢笔的话用钢笔跟钢笔对比 其实真的没什么意义 比如说嗯 我买那只 呃我的那只 儿童基金会跟别的那只儿童基金会出戏 它其实会不一样的 就是再细或再怎么样肯定会有一点点差别的 好 那个金豪85 其实85我有没有做过我都忘了真的 呃毕竟做的比真的太多了 然后对那这是上一次最后一次做的一个 一个页面了 应该如果有看到最后一部钢笔视频的话应该都知道 好那我我来试写一下 啊 然后那个金 85 然后然后我现在写东西反正我还要保持着一个超金的这样子一个习惯 然后呃出没来讲 这支笔你看出没啊 刚刚几笔可能不是很顺 呃一开始感觉的话会有一点点色 但是又没有到色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我轻轻了一下 那能看到这支笔控墨非常非常的精准了 正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 那但是弹性不会很大 毕竟是按间笔一控墨 以及那个出没稳定性为主 毕竟这种笔尖 因为按间笔的话它算是民间笔 应该是民间笔先有然后再有按间笔嘛 按间笔的话它当时也是为了性能性为了性能 然后设计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总成了 所以说它是非常战斗格的这样子一个笔尖 但是现在的你看就是很多东西它设计更多的需要一个美感呢 因为钢笔它不是做一个实用性工具做一个存在 它更多的一个是情怀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去感受以前的那样子一个生活这样子一个感受 那现在一写其实呃瓜子是呃不会了 就是跟金豪一百尖来讲的话差距还是挺大的 然后这个用起来吧 比如说啊我不会买一两千的笔 我觉得它太贵了 那我觉得要买性价比比较高的笔 那金豪这只金豪的话看起来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那用起来能看得到就是你看也没有什么的断末 我写起来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按间笔来可能是因为是新版的按间笔还是怎么样吧 我也不知道说实话 然后这个Waterman 啊然后威迪文吧 我以前好像都不会写这个啊 对上面啊以前没有写 啊然后0.5 然后我再玩这样子吧 那能看得到就是我0.5的这个出息比金豪的这个还要再出一点 那可想而知这一支的东西一个就这支笔的一个质量吗 可想而知的话就是在那个品控上面来讲的话 好像是开始呃能往那个摆了可能有点夸张了 但是好像能在国产品里面吗 呃在呃红点的话以前有用过 但是试完今年的这一次这一支的话能感觉到好像他刚红点的那个品控的话呃 不上上下或者甚至更高 因为这一次这个写感真的是有点出人意料的 好呢给你们听一下这个声音了 啊能听到吗 就是这个就很有原子比那个感觉 而且你会感觉到很顺 然后有一个非常适合的一个阻尼感在那边 那我现在写刚开始写已经算是开始OK了 那如果是说我论完笔可能写完几百字的时候那样子一个写感 我觉得它会更滑一点 那写起来就会更加的一个舒服了 而且现在的你看这个吸墨器等等嘛 然后这里还有加一些像一个密封圈 应该是不是密封圈 这只是一个键 然后那个写起来的时候 然后吸墨器等等的 你看这些东西就没有那种很长旧的一个痕迹呢 那像这一次这个的就这么久没碰壁的一个人来讲的话 反正这个产品来讲也是少少数国产呃 国产品来讲也是比较满意的 而且现场来讲的话 它真的是现场国产来讲还真的是一款很不错的一个产品了 价格的话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是说跟金豪100差不多 甚至贵点应该也是合理价格内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也懂得英雄的品控 你们也有试过 当然不是说英雄不好 英雄也是一个ok的一个品牌 当然比起金豪这次出的一个产品来讲的话 真的金豪这支笔真的是用心很多了 而且从它更多细节来讲的话 就是英雄以前那支1949 是1949还是哪一支 就是绿色吸墨器的 然后那支就是一个庆典的那支笔吧 反正就上面很多那个RO22的一个课文了 那支笔我也忘记的 呃反正就是笔 我觉得笔那支笔会更用心一点了 虽然那支笔我也挺满意的 那行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就这支笔大概介绍了这样子 有什么像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就是如果想加微信群的 我那个自己微信群已经关掉了 那当然还有别的up主微信群 那你们想加的呢 然后你们加一下我微信 扫一下屏幕的左下角 然后我把你拉进去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